咱们这个中国女孩有咱们中国体操队传统的优势 我觉得咱们应该继续保持这个优势 比如说这个技术要领的非常的优美啊 非常的细致 但是呢也有的缺点 比如说这个体能方面的弱点 今年那个人员比较短缺 今年的亚运会和世界美好赛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挑战性确实很大 但是呢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吧 乔良是一位微笑主帅 训练场上总是和颜悦色的指导队员 他非常注重体能训练 也擅长调节气氛 训练结束后的小游戏 总是能让队员和教练员开怀大笑 大家都互相鼓劲啊 那种氛围都是挺活跃的 乔指导身上就有中国体操人的基因 又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先进的理念 我们也期待着8月18号开始的亚运会体操比赛 乔良和他的中国女队将接受首次国际大赛的考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